第七章 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 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者话 是因为不信他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尝试方便的 世人不能恨你们 却是恨我 因为我指证他们所作的事是恶的 你们想去过节罢 我现在不想去过这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门 耶稣说了者话 仍旧住在加利利 众人为耶稣分分议论 但他弟兄想去以后 他也想去过节 不是明去 似乎是暗去的 正在节旗 犹太人寻找耶稣说 他在哪里 众人为他分分议论 有的说 他是好人 有的说 不然 他是迷惑众人的 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 因为怕犹太人 到了了节旗 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 犹太人 犹太人就稀奇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 不可爱他来者的荣耀 这人是真的 在他心里没有不宜 不可按外貌 定是非 摩西 总要按公平 断定是非 耶路撒冷人中 有的说 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 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 难道官长真知道 这是基督吗 然而我们知道 这个人从哪里来 只是基督来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他从哪里来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 大声说 你们也知道我 也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 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 你们不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因为我是从他来的 他也是猜了我来 打法猜疫 捉拿耶稣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 只是没有人下手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道 但众人中间 有好声信他的 说 基督来的时候 他所行的神迹 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法利塞人听见众人 为耶稣这样分分议论 祭司掌和法利塞人 就打法猜疫去捉拿他 于是耶稣说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 以后 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 却找不着 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学者当来就耶稣 测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暂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渴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刺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众人听见这话 有的说 这真是那先知 有的说 这是基督 但也有的说 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经上岂不是说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从大卫本乡百利行出来的吗 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 只是无人下手 没有人像耶稣说话 差役回到祭司掌和法利塞人那里 他们对差役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差役回答说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法利塞人说 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官长或是法利塞人 岂有信他的呢 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 是被就座的 内中有尼哥底母 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 对他们说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作的事 难道我们的律法 还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说 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 你且去查考 就可知道 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